看下去它是咬電線 我沒想到說狗會到下面去 把電線給扯壞了 今時期拍到大半夜 整群的流浪狗 好像看到獵物一般 鎖定這輛箱形車 就是一著亂咬 咬得非常非常的誇張 百萬以上的車子 竟然可以咬成這個樣子 真的不簡單 看看狗兒分工合作 有的是鎖定車頭位置 匍匐前進 其他則是左右開工 箱形車前後左右 都被狗狗包圍 少說就有六隻狗 大肆開咬 打過電話去給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這種他不賠的 所以說 我看大概只有四人倒霉吧 這起狗狗咬車事件 就發生在高雄市三民區 當天張先生把這輛 才買了一年多的箱形車 停放在公司門口 沒想到半夜 卻成了狗狗的獵物 不但保險桿 滿是一個個被咬穿的 清晰咬痕 底盤線路 整組咬壞 甚至連油管 水管也被直接咬斷 光是重新接線組材料 就要花十幾萬 還得等兩個月料才能到期 想要回復原狀 至少就要花三十萬 回到事發地點附近 流浪狗成群截隊 悠哉地躺著休息 這之中很有可能 就有咬車凶手 張先生無奈 卻也只能自認倒霉 但他實在搞不懂 愛車是跟狗狗 結了什麼糧子 會讓他們這麼討厭 接著兩家文章信 高雄報導 沒錯 我剛才說的 跟你們說